有这么一个不太像是水果的水果 基本上大多数非原产地的人很难吃到这个水果的鲜果 但用它榨出来的汁可能不少人都喝过 这个特殊的水果就是沙吉果 沙吉是胡腿子科沙吉熟果树 它结出的果实味道奇酸无比 如果直接抓一把过来吃的话 估计不少人受不了那个酸味 很多年以前沙吉只是中国的一个野果 几乎没有人去进行人工种植 有些地方的野生沙吉也很让当地牧民讨厌 原因是沙吉树枝上带着非常多的刺 很容易损坏羊身上的羊毛 现如今中国的沙吉产业不仅让印度投资两亿美元 只为学习种植技术 沙吉种子还登上了月球 成为了中国人脱贫致杀的先锋关 那么这种又酸又小的水果 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浅 聚焦读加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小编先带大家看一条资讯 2022年12月4日20时09分 沈州14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 陈东、刘阳、蔡旭哲身体状况良好 沈州14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随着沈州14号航天员一同返航的 还有宇航人2000例 经过太空育种的中国杀级种子 6月5日 沈州14号载人飞船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搭载项目中 由内蒙古宇航人公司精选提供的 2000例中国杀级实验材料 也随之遨游太空 开启了航天育种的一个崭新的尝试 历时183天 终于安全返回地球 载人航天工程的载荷资源非常珍贵 所以天选种子 从上天到入地 必须经过纯度、净度、发芽率等标准严苛的筛选 只有果实饱满、活力好 且遗传稳定性高的种子 才有可能随着宇航员一同在太空出差 而中国杀级种子 就是幸运的太空种子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 中国现有杀级面积一共1910.44万亩 其中人工杀级01058.35万亩 居于世界第一 不少人认为杀级又难吃 而且树又矮又细 长得又慢 也没法当木材用 为什么非要种这么多大面积的杀级呢 种点别的不行吗 还真不行 1977年 杀级被列入中国药点 是全球公认的药石两用植物 被称为史上最牛中药 但是它的功效并不是重点 而是它生长在沙漠 中国西北地区干旱少雨 强木灌丛难以成活 而杀级耐寒、耐旱、耐瓶级 一亩沙地栽种150棵 只需要五年就可以成为森林 每个成年人一天都可以栽种六亩地 所以它就成为沙地植被的首选 举个例子 像内蒙古厄尔多斯市 有着大面积的披沙岩裸路区和干旱硬粮区 这些地区的年降水量 仅仅只有150到300毫升 而年蒸发量则高达2000到3000毫升 这样的环境条件 对大多数植物来说都是极其严酷的 但沙籍却能在这里进行自然生长 而且生长起来不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管理 只需要种上沙籍林 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大多数荒漠化带来的问题 可以说沙籍是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林丹妙药 其他树有的耐汗但不耐寒 有的耐寒但不耐热 沙籍则是又耐汗又耐寒又耐热 沙籍极限适应温度是-50摄氏度到50摄氏度 也就是说再零下50摄氏度的时候沙籍冻不死 再零上50摄氏度的时候沙籍热不死 哪怕荒漠地区的昼夜温差再大 对沙籍来说也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在寸草南生的沙漠中 沙籍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了不少沙漠地区唯一的绿色 其次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中国在以前是受荒漠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不少人的生活深受荒漠化的影响 别的不说黄河的水变黄也是水土流失造成的 所以这里水土流失带来的荒漠化问题 对于中国是刻不容缓的 通过大量种植沙籍 中国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问题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 种植沙籍带来的环境保护成果 也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称得上是地球环境治理上的一大奇迹 除了防治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外 种植沙籍很大程度上还有经济效益上的考量 沙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 生存时间超过两亿年 与恐龙同期 经历了两亿多年的沧桑岁月 和第四季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 物尽天责 适者生存 恐龙灭绝了 沙籍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1985年 中国政府为沙籍设立了专门性管理机构 水利部沙籍开发管理中心 是目前中国和世界上 唯一的为一种植物所设立的国家级管理机构 1999年 在国际沙籍学术研讨会上 由中国、印度、加拿大等国家的60名代表共同倡议 成立国际沙籍协会 于2011年9月 经国务院批准 国际沙籍协会完成了在中国的成立登记 是目前唯一的为一种植物所设立的国际性组织 沙籍被誉为天然维生素宝库 它的维生素C含量是 猕猴桃的2至3倍 山楂的20倍 橘子的6倍 苹果的200倍 西红柿的80倍 是植物界名副其实的维C之王 不仅如此 沙籍除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外 还富含维生素E 胡萝卜素B族维生素 沙籍是维生素原植物 现在中国每年都会诞生8万到10万吨沙籍产品 每年产值都在240亿到260亿左右 沙籍每公斤收购价 根据地域而定 2块3块5块8块的都有 清河县一对老夫妻 凭借沙籍果 月月收入都能上万 而沙籍脱贫项目还在继续 种植时间久 种植面积稍微大点的农户 现在每年都能依靠沙籍 带来十几万的纯收入 除了我们经常喝的沙结之外 沙籍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黄酮类物质 还可以用来制作沙籍油 制作一些其他营养食品 这在国际上都得到了大量的实际应用 2008年 在国际沙籍协会上 专家公布 沙籍中含有428种营养成分 190种对人体有益的活性物质 这些年 中国制沙早已名阳天下 沙籍果也被各国关注 还被端上各国领导人的餐桌 日本把它叫做长寿果 俄罗斯把它称为第二人参 美国把沙籍当成生命能源 印度更是作为神果 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 上天之前就曾使用过大量沙籍 目的是为了防止太空环境带来的危害 日本最有名的医学家博士 辛耶亚夫说 沙籍是中国的奇迹药草 它就是万能的保健医生 中国林科院王教授也说过 沙籍果是人类的绿色瑰宝 其中富含的生命元素 是现在任何科技都望尘莫及的 要不是这些人的位置摆在那 都让人觉得这广告太假了 目前全世界种植沙籍的国家有很多 但之前主要人工种植沙籍的国家 只有两个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沙籍品种大多是大果形 果实比较大 中国黑龙江等地区也有营种种植 2010年 印度启动了大规模种植沙籍 也学中国把沙籍当成了一个重点项目来进行种植 计划要把沙籍种植100万公顷 印度为什么也要大量种植沙籍呢 难道也是要治理荒漠化吗 印度种植沙籍主要是在高寒地区 靠近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带 这里比较寒热 其他水果难以种植 沙籍则正好能生存 在高原的寒冷地区 模仿中国种植沙籍 印度应该还有另一个考量 高原天气寒冷 交通也不方便 一到了秋天以后 水果蔬菜也非常缺乏 而沙籍果能在当地寒冷的条件下持久铸藏 冬季可以当水果来食用 最最最关键的一点 当下的科学研究 有学者认为 沙籍对减轻高原反应有一定的作用 可以在高原地区逐渐进行发展 适当地把沙籍列入军用水果 能在高原寒冷地带种植 携带铸藏方便 还能减轻高原反应 沙籍在高原地区的价值 一点也不比荒漠地区小 这或许就是某些国家 大量跟风中国种植沙籍的原因吧 而截至目前 印度沙籍产业 已经比12年前翻了将近7倍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